美化校园环境大理有企业最近捐赠一套台湾黑松 张目桌一组给大圆国校 这台湾黑松的桌子长435公分 宽120公分 厚度超过10公分 没有经过深度加工 只做基本保护 符合现今生态环保理念 放在校园中提供师生还有社区民众休憩 相当受到大家的喜爱 打击乐团小朋友带来表演 为现场注入活泼轻松的气氛 小朋友们所坐的圆木椅子 正是由一家生计公司提供的张目 提供师生们在户外空间里交流互动 特别感谢许董事长捐赠我们这圆木座的桌椅 给大圆国小 让大圆国小的师生们可以在这边休息 那在这栩栩栩栩栩栩栩的凉风下 坐起来很舒服 刚刚在那边坐之后 校长啊 以及志工队队长 以及我们家长会都觉得说 我们的干部会 其实可以来这边开会 那大家的心情也特别的轻松愉快 消防表示 这一次除了获得圆木椅 还有一个台湾黑衣松做成的桌子 长435公分 宽120公分 厚度超过了10公分 没有经过深度加工 只做基本保护 符合现今生态环保的理念 也让小朋友清静自然 自然风对 让小朋友可以吸食到昏多星 然后也可以做一个户外教学 在树林底下呢 看到老的被山上被漂流木 还有雷坯木 导格的木头 它还是有用 那我们运下来的时候呢 就这样让小朋友呢 很在自然的 可以属着木头的连纹 纹路的粘度 然后呢 让他自然接触到 不去做任何的修饰 分析加工 让他分多金呢 让小朋友也可以同时去感受到 这一套圆木桌椅散发的天然香气 受到师生们的喜爱 之后就放在大圆国小校园当中 美化校园 也提供小朋友以及民众歇叫 一举束的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